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平凡的果冻小点心赋予新的生命 到底是怎么做有办法做到这个果冻神风 今天做的觉得确实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今天大家也都非常认真 它总共花了这样子从早上10点到现在3点半的时间 真的是不容易 每个人都大概做三个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体验 这回分享果冻花教学的刘玉颖老师 本身是救国团资深义工 还有探索教育担任讲师 和退休的先生来到金门旅游 希望将果冻花的美跟大众分享 台湾已经流行很久了 现在有点那种比较像保俄国 那它这个课程它很特别 然后它要你们的耐心让你们去制作 那我们会碰到比较多一些 就是像家暴后女 寿命小孩 要不然就是家里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 你要让他们来上这个课 不可能 因为要费用不便宜 那你也只解释是不是说我就是服务社会 然后我的经济能力可以 然后我就会把食材过来跟大众分享 然后也就是大家这些义工愿意一起来 我们做一起来完成 然后可以去分享给一些比较需要的朋友 让他们看得比较良心 本次救国团真善美联姻会洪惠玉会会长 特别带领真善美姐妹们前来参与制作 洪会长表示曾在用餐时候见过果冻花 当时很难想象这么美的果冻花是如何完成的 这回活动 由洪惠玉会长致送感谢状 还有伴手礼给刘玉莹老师 大家手捧着沿袭制作的果冻花 在众人的欢笑声中合影留恋 为活动画下完美的落幕 在一起